你敢相信吗 这样的装饰灯竟然在PVC管制作的呢 效果是不是非常棒 既简单又好看 主要还节约成本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把PVC管剪裁成长短相同的三段 在木板上画出圆 并用切割机把圆切割出来 随后把圆放入管口 接着在管壁上画一些不规则的圆 然后用点磨机镂空 接着把镂空部位进行打磨处理 便后起喷漆 这样才让吊灯更加有档次 接着确认好灯头螺丝的长度 做好标记切割出三段螺口 接着在圆木中间钻好孔 并借助工具把三段螺丝固定进去 详细细节请看视频操作 然后拿出卡纸 按照PVC管做一个圆筒 把卡纸放入管内 并用胶带固定 接着把事先做好的圆木安装进去 并在PVC管两侧拧上螺丝加固 接着喷上白色的紫喷漆 让其表面更加光亮 只见师傅又拿来木板 给吊灯做挂板 摆放好位置 打孔 方便踹线 接着用电钻子在木板上钻个凹槽 以方便集中收纳吊灯线路 只见小伙用画出线路走向 以方便把两侧的线路走去凹槽内 小伙这座器 我来也真是戏法人 细节之处都做到一丝不苟 紧接只见小伙把表面打磨光滑 为了更加美观 又涂了一层白色的乳胶漆 接下来就是安装灯头 把螺丝拧掉 在木板孔内串入点线 并安装灯孔 并安装上节能灯泡 组装好后 把它们安回吊灯挂板 把线路集中整理在背面凹槽里面 把所有的火线和零线连接好后 安装上墙面固定丝 安装固定悬挂即可 可以看到一款由PVC管制作而成的吊灯 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对这样的成品感觉怎么样 喜欢的老铁可以点赞加关注 每天分享有趣创意制作 我们下期见